嘿 你好 欢迎回到Axt 这两天突然爆火了一个神级Prompt 据说用了这个提示词之后 就能让Cloud 3.5 Sunnit达到GPT-OE的水准 这事不但在推特上成了热门话题 也有观众朋友私信问我 神级Prompt真的有这么什么 好 口说无凭 今天咱们就来进行一次实测对比 用同一个任务做三次 分别是直接丢给Cloud回答 让神级Prompt加持的Cloud回答 让GPT-OE来回答 测试之前我先叠个假 首先我用于测试的例子 只是我日常工作范围内的少数案例 测试结果仅供抛砖引玉 如果您有不同的结果 欢迎留言分享您的测试案例 大家来共同学习 其次我测试的时间是11月16日 目前这个提示词在不断的更新当中 因此你的结果很可能 跟视频当中的不一样 好 首先如何安装和使用 这个神级提示词 我们来到作者的Github的主页 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Thinking Cloud 本期视频用到的链接 以及测试的结果的高清大图 我都会放到我的博客文章里面 链接就在描述栏当中 作者叫做Richard 据说是一位高中生 确实很厉害 很佩服 这个项目现在已经5500多颗星了 首先这是作者添加的一个快速提醒 我猜这是这个prompt在网上大热之后 Richard特地添加了说明 提醒中说到 Thinking Cloud 它并不是为了基准测试 或者在数学等方面取得巨大飞跃 因为这些都是由基础模型预先确定的 我只想探索我们可以通过Cloud的深度思维达到多远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来Richard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这个非常好 那使用Thinking Cloud呢 安装使用它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拷贝它的提示词 到Cloud的Project项目里面去 这边就是使用说明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可以使用Richard开发的浏览器插件 今天呢我们就先从简单的 直接拷贝提示词来进行测试使用 那按照它的说明呢 通过以下这几个步骤就可以使用了 首先我们要复制这个Model Instructions 这个文件夹里面的最新版本的提示词 好 这应该是最新版本 如果要复制呢 点击打开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复制按钮 就可以把它复制到剪贴板里面了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Cloud 在右上角点击创建一个项目 然后名字可以随便起 点击创建项目 好 创建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拷贝来的Prompt 添加到Custom Instructions里面 粘贴到这里 就可以了 点击保存Instructions OK 那这个就完成了 以后你在这边提示的问题呢 Cloud回答的时候都会遵守这个神级Prompt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对比测试 对比测试的问题呢 是把MQBHD的一个关于如何做好YouTube视频的54分钟的视频的脚本呢 整理成一个脑图 我们把字幕下载回来 然后转换成文本文件 至于如何简单的把SRT字幕转换成文本文件呢 可以看我的这期视频 我们就使用一个简单的提示词 请根据以下文本内容 创建一个清晰逻辑关系准确 且易于理解的Markdown格式的脑图 然后我们把生成的结果呢 导入到脑图软件当中去显示来看看效果 首先我们测试的是Cloud 没有任何技能加持的Cloud 我们把MQBHD的脚本内容呢 给它拷贝 粘贴到Cloud里面来 然后发送 OK Cloud输出了英文 我们让它改成中文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按钮 把这个文件下载回来 下载成Markdown格式的文件 把它导入到脑图软件当中去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Regular的Cloud 好 这就是导入到脑图软件当中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使用同样的提示词 在具有神级Prompt加持的 考导下面进行测试 好 拷贝提示词 粘贴到我们的项目文件的 Custom Instruction里面 保存 然后输入我们的问题 根据以下文本内容 创建一个清晰逻辑关系准确 且易于理解的Markdown格式的脑图 再把字幕文本给它 Cloud在第一次输出的时候 它并没有严格的遵循 Thinking Cloud的要求 输出一个考虑的思考的过程 所以我们就再多于要求它一句 请遵循 Anthropic Thinking Protocol 好 这次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在一个代码块里面 输出了它的思考的过程 也就是这个prompt所要求它做的事情 OK 重新输出完成 那实际上我们对比一下 它这两次的输出的脑图 内容其实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虽然第一次 它没有输出思考过程 并不影响它最终的输出结果 这边就是它详细的思考过程 同样点击下载 把它下载回来 然后我们再改名成 Cloud NB Prompt 接着我们再把它导入到脑图软件 好 这个就是神级Prompt加持之后 Cloud生成的脑图结果 这个就是原汁原味的Cloud的输出结果 那接下来同样的提示词 我们拿去让ChatGPT OE进行测试 OE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思考 最终输出了结果 思考了33秒钟 同样我们把OE的输出的内容 给它拷贝粘贴到一个Markdown文件里面 然后我们把它导入到脑图软件 GPT OE 好 这就是GPT OE输出的结果 那么这三个结果的对比效果如何呢 好 我们再大概看一下 这三个输出的结果 这是GPT OE输出的脑图 这是神级Prompt加持之后输出的脑图 这是没有技能加持的 Cloud直接输出的脑图的结果 那么三个结果的对比效果到底如何呢 在我的Newsletter文章当中给出了高清图 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详细的对比一下 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那么我的结论是什么呢 三个结论 首先用了神级提示词 Cloud是否能达到了GPT OE的水准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 首先呢 Cloud 3.5 Sunnit 它是Cloud的中级模型 跟GPT OE来对标的 应该是Cloud的高级模型 OPUS 如果一个提示词 就能让Sunnit达到OE的水准 那我们设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跟OpenEd老板 奥特曼喊话了 不要花钱训练模型了 你干点正事研究一下提示词吧 第二提示词是否能够提升模型的表现呢 是的 没错 好的提示词 它确实能够提升模型的表现 但是不存在一个万能模板 给我一本详细的菜谱 可以让我炒的菜好吃一点 但是呢 不可能我就变成大厨了 没有淫淡 解决问题 仍然需要持续的学习和迭代 第三 神级提示词是否值得学习 是的 这位高中同学写的提示词啊 非常值得学习 那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呢 我们同样可以让ThinkCloud和OE 来给我们给出答案 好 首先我们来问Cloud 以下是一个详细的Prompt 用于提升大圆模型Cloud的回答质量 请分析这个Prompt的优点 有哪些值得AI爱好者们学习的地方 以及AI爱好者该如何通过学习词Prompt 来提高自己写Prompt的能力 使用中文输出为Markdown格式的脑图 然后我们再把Richard同学最新版的提示词拷贝过来 开始 好 这边给出了思考过程 不过是英文 好 给出了挺长的一段 我们快速地看一下它的结果 它的核心特点 创新的亮点 思维模式 还有质量控制 以及交互设计 那学习的价值在于 学习提示工程的技巧 以及实践应用方法 能力提升 实践的建议呢 包括构建提示词 优化方法 应用场景 还有发展的方向 个性化定制 持续改进 创新探索等等 那这就是Cloud对这个提示词 进行分析的一个结果 好 把它导入到脑图软件之后呢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五点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五点 那同样的内容 我们再让O1去分析一下 好 这边是同样的提示 然后把ThinkingCloud的提示词给它 开始 好 这是O1给出的 思维导图 对这个Prompt的分析 我们同样把它 导入到脑图软件里面去再看 好 这边就是O1给出的输出结果 首先这个Prompt的优点 提供了全面的思维框架 强调自然真实的思考过程 鼓励适应性思维 注重验证和质量控制 强调高级思维技巧 保持真实性和专注 第二点 值得AI爱好者学习的地方 如何去构建一个详细的Prompt 强调思维过程的重要性 然后适应性和灵活性 自然语言和真实性 验证和质量控制技巧 第三 AI爱好者如何通过学习这个Prompt 来提高写Prompt的能力呢 深入研究Prompt的结构 然后来实践编写类似的Prompt 强调思维过程的引导 注重自然和真实的表达 加强验证和质量控制 学习高级思维技巧的引导 然后反复练习和改进 OK 我认为O1的这张图 要比Cloud给出的那张图 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那这张图就导出之后 同样放在描述栏当中 如果你希望系统的学习AI 而不是被各种碎片性吸烟墨 请输入Axtend有点AI 进入AI精英学院 这里有两门AI核心能力的课程 以及媲美收费内容的免费课程 立即加入 这将是你最值得的一次投资 那么多 变成维 counsel